新的Z系列相機 Z6跟Z7上面 加入很多新的功能 大多數的功能都可以在觸控螢幕上 錄影當中不間斷您的操作 拍攝動作不中斷 我們現在已經在錄影當中 這個錄影當中的同時 那你一樣可以去更改 那您 拍攝所需要的參數 比如說像ISO 那我現在點了ISO 大刻度的移動 變亮 都可以在這邊 些微的調整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直接操作 按返回鍵可以回到 繼續錄影 在這個時候錄影是沒有中斷的 變更我們的光圈 縮光圈 開放光圈 或者是 快門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按下這個I鍵 就可以更改一些拍攝的數據 那 當然按 機身上的I鍵 或者是操作機身上的旋鈕 也可以做到同樣的功能 可是那個時候會發出聲音 按下螢幕的I鍵 它就會出現選單 可以更改 擺平衡 收音太大聲太小聲 或是用自動都可以在這邊設定 那對焦的模式 那我們先看看對焦點 對焦點有四種模式 是單點 那標準區域的跟寬區域的 然後跟 這個是自動區域的 按下AFS 它有AFS AFS MF四種模式 在單點對焦的時候 那這是 如果你的拍攝的 靜態是靜態的 你只要點你想要的地方 它就很快的 去 對到你想要的對的地方 好 請注意現在我們錄影是沒有中斷的 我們一直在錄影當中 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錄影的動作 對焦動作非常的確實 非常的快 我們如果要變換我們的對焦模式的話 在這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AFS 那這個AFS 在新的對焦的應用上面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方便好用 那我們按下AFS以後 我們還是一樣看單點對焦好了 我們可以在這個對焦點上面 先給它一個 預設的焦點 假設我們現在下一個應對 就要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時候 你在錄影當中 就要按它AF ON 它對焦點就會跑到前景 那我現在把它對焦點 對到後景 然後按下AF ON 它就可以慢慢的移到後景 這個速度 跟它的那個快慢 可以在選單當中可以做設定 比如說 第一男主角說話 切到前方 它講了多久 然後在講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把焦點 切到那個遠景地方去 然後等它講了差不多以後 切到背景 它就很平順的一道背景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有充裕的時間 來做這個設定 自動對焦區域這個部分 自動對焦區域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你可以直接指定它為一個最終區域 我點了它以後 它就會有一個最終區域 可是一樣要按下AF按鍵 它才會鎖它鎖定它 然後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移動你的鏡頭構圖 或者是被拍攝物它會移動 它會跑 它一直會很黏著的 黏著度很高的黏著你要對焦的物體 沒有問題的 要解除 這個對焦框的話 你要按相機上面的-鍵 它就會解除這個對焦的鎖定 AFF它就是全時的自動對焦 我們搭配那個自動區域來使用的話 是比較常用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你是沒有特定目標物的拍攝 你通常在這個時候 你只要直接移動你的構圖 它就會自動鎖定在前方的物體為對焦點 那如果你有特定的對焦物 你可以點選螢幕 它直接就鎖定了 你點哪裡它就鎖定哪裡 好在AFF的情況之下 它就點進鎖定哪裡 我點這裡它就鎖定這裡 你不需要再做二次操作 在很多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這麼多使用 如果要解除的話 你按下-鍵 它就解除了這個部分 在這些操作 它都還在錄影當中 另外一個是手動對焦 MF 切到MF以後 它就進入手動對焦的部分 進入到手動對焦以後 它就出現 封值對焦的這個功能 那你可以直接轉動你的對焦圈 讓你的焦點 弱點 紅線的弱點 落在你的焦點上 你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你現在對焦在什麼地方 遠景 中景 前景 也不是 太悦了 好 兩岑 兩岑